各位大家好 這款是2024年1月底 我們公司即將推出的一款產品叫做 多功能的視訊轉換器 這一款產品是我跟另外一個廠商一起共同開發合作的 礙於合約上面的限制 我目前沒辦法demo 我預計啊在1月底的時候才會釋放出demo的影片 那這款呢 主要是因為我們在這個直播的領域上面 才遇到一些視訊轉換的問題 比如說啊 我們那個要連接這個攝影機 要怎麼進入這個OBS做直播啊 比如說什麼USB的這個攝影機 要怎麼連接到什麼 entermini的導播機上面的 常會遇到一些這個視訊轉換的問題 那我們正確這些視訊轉換問題全部把它 用一個盒子把它做解決 所以這盒子啊主要有兩大的功能 第一大功能你可以想到他就是個視訊轉換 將HDMI的這個輸入 HDMI輸入 然後轉成USB轉成HDMI 那這是什麼功能 比如說HDMI的輸入進來之後呢 他轉換成USB 那就是跟我們的市面上的視訊擷取卡一樣的道理 就可以進到OBS做直播 那比如說HDMI訊號進來 那轉的HDMI出來呢 這要幹嘛 比如說你今天進來的訊號是1080i 那我經過這個處理可以把它處理成1080p 比如說你進來的訊號是這個 1080p 經過轉換之後可以變成4k 那當然這4k就是scale up 他沒有任何的意思啊 就是一個滿足4k的這樣的規範 好 這是一個關於HDMI的這個輸入 那還有一個就是USB的輸入 比如說像這個USB Webcam 像這羅技嗎 比如說這個是文件的攝影機 USB的文件攝影機 那這些輸入之後呢 我可以轉換成HDMI出來 要幹嘛轉HDMI 轉HDMI的話 我們可以連接這個視訊的導播機 這是一款USB的羅技攝影機 我連接到USB攝影機的多媒體轉換器 USB攝影機就變成HDMI的輸出了 這個輸出啊都是同時的 不管你HDMI輸入 同時都可以變成HDMI跟USB的輸出 USB輸入進來 USB Webcam輸入進來 他同時可以HDMI輸出也可以USB的輸出 好這個是講到這個視訊轉換的部分 那還有一個地方 跟大家介紹就是我沒有強調的是那個 視訊的切換 我們這一款有Input A跟Input B A跟B是可以同一個時間點出來的 同一個時間點接A跟B 然後做這個視訊的切換 比如說你看這邊有AB 然後呢 這個這樣的就是一半半的畫面 還有這樣子上下的畫面 同一個時間點你可以接A跟B 然後呢你可以做視訊的切換 那B你注意看B的地方有兩個 一個是USB跟這個HDMI印 這個B啊你同一個時間點只能接一路 所以這個組合就可以很有意思啊 比如說 我A我是接一個HDI的攝影機 B我接一個Webcam 我接一個這個Webcam 這時候我可以通過這個盒子做一個視訊的切換 這一個我也不知道 這個概念就有點像是這一款 這一款是市面上 常看到的叫做J5的一款 多功能的這個擷取卡 他就是一個多媒體切換的一個功能 你看哦他這邊就是 輸入源就是有A跟B嘛 你看到聲音可以 切換開或關 這是HDI A的地方 然後HDIB的地方也有開跟關 然後外接麥克風有一個開跟關 然後呢他的出來就有一個USB的輸出這邊 然後你可以在那邊做一個視訊的切換 簡單的視訊切換 坦白說啊 這一款他的UI的設計的介面比我這一款來的好 那我們這一款啊我不著重打這個視訊切換的這個應用 我主打的是視訊轉換 我們也可以利用這台做到這個視訊切換沒有問題 只是說他的強項是做視訊切換 他的UI比較簡單 我這邊的UI沒有定義的比較漂亮 所以呢 做視訊切換 你那個他的那個 就沒有那麼人性化就對了 那也是可以達到 那我這一款跟他這一款最大差異就是說 他只能吃兩路的HDMI輸入 HDMI1、HDMI2 我這一個呢可以吃USB Webcam輸入 HDMI的攝影機 可以做一個視訊切換的動作 那當然我要強調 我們這一款他的UI沒有他強 就我必須要老實說啦 我這一款我還是著重在於這個視訊轉換上面的 如果你今天 你有兩路的HDMI要做簡單的這個視訊切換 那麼我覺得這一款會比較好 因為他就是專門做兩路的HDMI的 輸入的這個簡單的切換 那我這一款會著重在這個視訊轉換上面 啊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視訊切換 視訊轉換就是該講的是說 如果你今天要將你的這個 USB的攝影機進入到導播機 我們這款可以達成啊 那甚至於說你要做到簡單的視訊切換 USB的這個攝影機 好跟這個HDMI的攝影機 做什麼 切換 子母畫面了 我們也可以達到 只是 我再次強調是我們的強項不在於視訊的切換 因為我們的 這個UI上面的設計沒有這麼人性化 其實最討厭就是他的聲音的設定 你可能要進入到他的後台 去設定那個聲音 到底是要抓 HDMI的聲音呢 還是要抓這個外部的這個麥克風的聲音 這個要去後台去設定 那這台就很簡單了 他的聲音方面就是用硬體去 on off on off 去切換 USB的攝影機轉HDMI HDMI轉USB 這樣簡單的視訊的轉換 目前你市面上看到的這些視訊轉換的設備 很少會看到USB轉HDMI 我們把USB轉HDMI的這個功能 把它包進去之後 你還可以享有HDMI擷取卡的功能 還可以做簡單的視訊切換 哦 然後我們這邊的輸入 進去同時可以HDMI跟USB Webcam輸出 他就很方便了 這就是我們2024年1月底即將要開賣的產品 多媒體視訊轉換器